你講就證明 它都會有的 就這樣是 志工都還沒走到家門口 李詩勳和奶奶姑姑 就趕緊相迎 志工擔心剛生初一的詩勳 學習跟不上 音音叮嚀 要有不貴的 要有不貴就要從來源問我 是 可以問我 然後在學校呢 就是有不貴的 不貴老師 哪個老師都是願意幫助你 解決那些問題 爺爺奶奶養大的李詩勳 雖然從小缺失雙親的愛 但她會幫忙做家務和農活 是大家眼中的乖孩子 李詩勳在這個村裡 經常幫著周圍的 這個街坊鄰居呢 這些老人 幹一些活 然後在學校呢 他是樂於幫助同學 然後也為老師分擔一些班機的一些事物 被評為愛心少年 董事的他還跟奶奶一起存竹筒 說要幫助別人 他們幫助我 所以我也從我的內心出發 也捐點 我沒有多能力 我多還有少 他們對我的幫助很大 我所以幫助點別人 一定要好好保證身體 下個月還來看你 保證身體 很可愛 農村裡年輕人都外出打工 留下的多數是老人和孩子 讀小學六年級的宋錦楠 也是奶奶撫養長大 志工的關懷彌補了 她在親情上的缺口 孩子有點自衛 因為他的家庭和別的孩子家庭不一樣 他沒有自信 跨越非常少 我們付出的愛 應該能達到 孩子所需要的那種父愛母愛 讓孩子生長在愛的環境裡 對他以後的成長 是非常好的事情 隔代教養在農村是常態 志工的愛 填補了孩子們在成長路上的缺憾 台新聞 志善美志工唐曉輝 宋賢偉李立新 遼寧報導